平农狮子乡公所用传统古调欢迎 远从日本得到县立鸟居农场纪念博物馆人员 125年前日本学者鸟居农场奉派来台做原住民族人文调查 记录许多珍贵文史资料 在鼓励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邀请下 鸟居农场纪念博物馆人员9号来到狮子乡 希望与在地族人共同解读这些历史文献 过去的老人家的智慧 他所记录的不再被了解的知识让他活过来 鸟居农场先生在1896-1911年间共分5次来台湾调查 鸟居农场博物馆现存有23本 与台湾相关的亲笔手稿 期待在史前博物馆 鸟居农场博物馆 以及狮子乡文物陈列馆的三方合作下 找回更多属于在地的文化内涵 其中有两本的记录是进入我们狮子乡的 而最令我们惊艳的是在手稿的资料里面 公开的资料里面 有我们内文社的手文的资料 其实在我内心来讲是非常感动而且激动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来建立在未来有机会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起来分享 他们也寻责鸟居农场的脚步 走访单路旧社与草山旧社等地 比对手稿资料所载家户及地理位置 希望从多方视角 重新建构在地的人文历史与文化脉络 领史与文八浪屏中狮子成为不到